來品茶的民眾一個一個拜堆 將太急的地帶整個圍起來 拜託一圈 要來品上來煮不一樣三窟 不一樣泡花的好茶 讓民眾可以一回喝到很多不同的茶 就覺得說 然後這邊可以比較新品氣合喝茶 跟在家裡面喝比較不一樣 因為在家裡面喝就比較沒有像這種感覺 這裡的感覺喝起來會比較能去品茶 然後茶的那種香味還有那種感覺 就是我上把太急的那個 非常特殊一個白濕 茶濕的骨子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為了要讓民眾 可以用心幫我輕鬆來喝茶 特別用電池的條顏 也要更換的地方 保持到像太急的模樣 讓民眾可以用心 帶大家平衡每一拍的好茶 我覺得非常值得啦 因為這種特等茶 平常應該是比較不容易喝到 而且如果自己要來買的話應該是很貴 我花個幾百塊來這邊可以喝到八種 我覺得是非常值回票價的 黃金平民的花棠 只要一百塊 就可能喝到幾十五萬的鐵電好茶 現場要還請到平台書來跟民眾 想要喝到好茶 就要清新來到現場試喝 他不用去買到黑心茶 影響到喝茶的心情 想要買到好茶就要用時間 清新來體驗 以以氣喝 而且要找到有認真的 還是食材的茶農才能當片面買到黑心茶 記者各位麥 蔡宏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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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